TVB艺人洪永辰12月21日现身香港TVB电视城为新剧《丫鬟大联盟》做宣传 洪永辰在剧中只有一个对象 就是今年4月时打上人夫许志安的黄欣颖 怕不怕和对方的对手戏在播出时会被删减呀 说真的我真的不知道有没有什么修改的 我不知道公司的立场上面有什么需要调整 可是我就不太认识 我还没看过 所以就看出来观众的自己的那个感觉吧 另外黄欣颖早前时隔8个月 终于从美国回到香港面对错误 近日有传他贵求公司原谅 向高层发誓痛改前非 跟自愿约满后见价续约 因此TVB打算再给他一个机会 那黄欣颖有份主演 黄大联盟 他会不会出来做宣传呢 大家都知道他在香港 可是我都没特别收到什么 他会不会做宣传的 这个都是要等公司去决定了 我觉得如果他状态 情绪各方面是可以的话 他也就是可以来宣传 就是因为这个他也是有做这个剧 还有很多人都做 看完这个剧也就觉得他做得很好 所以就看公司的公司的安排吧 此外当天在记者会上 压黄大联盟的监制欧耀星 在被问到会不会让黄欣颖出来做宣传时 就表示希望等他先没有那么大的压力 目前不需要他做宣传 暂时没有这个安排 不过很多网友表示 依旧不能接受黄欣颖 在聚集播出的时候会集体罢看 谋方全媒香港报道